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 是我的终身置业 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 报道不作假,评论无语词 编辑夏文二约,上天难熄 从几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奸卖港实录 一书内容传以事实为准成 几害年春夏之交 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百万港人上街抗议 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 逆潮流移动 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呼吸警察濫权,濫暴濫告 愤怒的年轻一代拼弃和理非 以死相扶 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谋面 警察禁止集会游行 勇武抗争无日无之 香港政府是和 北京当局重欲养恶 波兰撞阔的反政府运动 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 而此间反对派大佬 及斩路头角的少年英雄 争取国际奥援不为余力 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 庚子年初 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 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 倒行逆施 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 5月下旬 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 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 香港管治由专权顺之暴政 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 香港的全族浪漫 缺于俄境 为了彰显公义《情前庇后》 我们出版《夏文二药》《尚天兰熙》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奸卖港实录》一书 在当权者散改历史之前 将卖港权奸的犯行记录在案 这是文明与野蛮 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 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 转型正义运动 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刑事 道德责任的参考之了符 编著者 王毓民 毓民新书《夏文二药》 《上天难熙》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奸卖港实录》 《亭装版》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 传书四色印刷 516页 大家可以亲临普罗 又或者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平装版》每本港币190元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售 欢迎来到第二节 大家好 依然都是阿东 阿辉辉 今天是我们的嘉宾 阿佳仁堅 今天和大家一起做天地有正气 亦都是适逢中秋节日的追月 今天要追月 不知道为什么 你突然说追月 我心痛 月亮 可能想起香港的事 说到月 我就心痛 追月 追不到 你现在 在这样的境环下 其实也不止 这个星期的非常大事 其实天至第一号 头条是侵侵 中了招 今天的消息 我最初都觉得是假新闻 我以为是 吝点赞 不留 怎料后来发觉 阿吝 当然 他的时间 选择得刚刚好 也难免引起不少人的阴谋论 香港人最冷 阿吝一定是专门登 选举 知道自己民调落后 这一招 甚至有人把阿钦钦重废 没有废 跟陈水扁中枪 争论 你又怎么看呢 佳仁堅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坚定留呢 这件事 我觉得真的 没什么可能 大佬 没什么可能是坚定 没什么可能是留 你这样 我觉得 真的没理由这么巧合 现在有些人都被拒绝到 说是源头 你知道我说 源头拒绝在那里 正常 如果是源头的人 为什么会没有解药 和自己的人会被拒绝中 我觉得 比较奇怪 因为有很多的蓝丝 小粉红 那些 一直在说 那个肺炎 其实是美国 已经很明显 正常的智慧 都知道不可能 这个很难说 这个很难说 我又不会用阴谋论去思考 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用阴谋论去思考 别人 为什么我不这样做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的真相 不会知道你的真相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推论 就是牙心唇 我从来都不以牙心唇去思考事情 就是拗来也没意思 拗来也没意思 但是 不会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拗一万年 就是拗一万年 就算到陈水扁的枪击案 你查到今天 到底他是坚还是留 都没人知道 就是甘乃迪被枪杀 到底后面那个 是不是有什么政治的动机 什么黑暗阴谋 还是怎样的 是没有人知道的 这些纯粹都是柴越犯口的话题 就是讲故事 用薯头的 既然都讲了少少 都讲了一两分钟 就是有关于现在侵侵这个局 如果你现在侵侵病了 其实就一定是没事的 就是你想想 怎么会 你想想这个世界 波罗斯·亨森 曾中过 现在侵侵又中了 英美的领袖 西方自由世界 两个最大国 美国最大国 英国也是一个强大国 都中过武汉肺炎的时候 你想想 之后会不会是没有后果呢 是不会的 是绝对不会是没有后果的 而侵侵继续一口咬定 这个武汉肺炎是由中国带来的 依然都是没有改变 他仍然是用Chinese virus China virus 就是常常形容这件事 你想想想 就算他连不连任 都好 你在美国拿了这么多 条人命的一件事 你觉得会没有后果吗 有些小狗就觉得 很开心 阿针针中了武肺 现在YouTube里面 那些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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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左膠也在那里 说这些 你说这些有用吗 就算怎么样也好 这个对于中国去拿回武汉肺炎的损失 一定就是2021年打后 至到2025年的国际最大话题 也都围堵中国的局 是已经成了 所以呢 所以这个 香港要这么急立 这个国安法 也是有它的理由 因为真是 你现在 你现在面对真是一个热战 完全是热战的边缘 是吗 完全是 真是很大机会 会爆发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战争 真的会爆发 因为其实是一个国家元首 估计你喜欢他 不喜欢他 但是你在美国本土上 难免就是 那种反华的情绪 会越来越强烈 因为你自己的总统也在中了 反华情绪更加强烈 然后呢 其实很容易出现一个局面 就是 因为实际上的 美国大选投票是11月3日 现在刚刚公布了一宗 经过少少的治疗 我估计以一般的记录来说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接着 之后就再观察14天 就差不多可以大选前的一两个星期 就复出 因为这段时间他不在 他一定就 那些选举的工程一定会停下 很可能就会交给副总统去处理 其实彭斯相对于特朗普的形象 正面很多 因为他不是商家的背景 而是军方背景 在美国本土的形象 比起他更加好 那会不会这个 真的某程度的部署呢 好像我们刚才说的 没办法知道 但是我们估计到 未来的形势走向就会这样 你从来没有试过一个总统选举 如果想到这招 真的是招 这招真的独想到 小粉红不要这么狠开心 这招是随时将你 很狠劲 这招真的 整个月 重要 你看到的 其实今个星期也有 第一场的电视辩论 总统大学的电视辩论 拜登VS 川普 大家还在沉醉 哪个KO 我觉得很弱能 大家很白痴 但其实美国的人是很喜欢的 他喜欢分别人 我觉得香港的人更白痴 在那找那些什么 其实拜登也挺 什么 其实是赢的 在那里研究 怎样 很简单 你一看 整个辩论 只有一个两点 就是你老侵 根本 是不想来 照顾你 这个 老人痴癌 你看到 整个身体语言 他说的 他不是来电视辩论 他根本就是来 死了 阿伯你修皮 你看到整个态度 整个态度 又执交主持人 我好忙 你不要妨礙我 做这些电视 其实整个态度就是这样 所以 背后他有没有阴谋 说他不是真的中招 拿来什么 因为他一中招 他又不用做所有电视辩论 又不用理你这些筹头 到最后 差不多选举 他说一前一两天 均临天下恢复 说完了十四天 买东西 我现在要收回 买东西 精神逆异地走出来 战胜这个病毒 就是这样的气势 而且很正面 即是什么 I know this virus because I have that before 即是他们经常说那些东西 那个形象的对比是很大的 因为拜登那个 好像真的随随老耳的那种感觉 那个对比是会很强的 然后他的死人样是这样的 I will because I have the virus myself and I win the war 那些 拍手掌 I have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and America will win again like me 那算什么 均临天下 还有那些建制的人 今天 不是啊 李梓敬 他说了什么 特法 特朗普确诊 但是 我相信他一定就没事 因为 什么民主 就能够医白病 他们说的东西真是好笑 就是这个陈克勤 他说什么 不幸的事 特朗普华尔 就确诊这个 贸路肺炎 肯定的是 他就可以亲身试试 自己的建议 将消毒劑注入身体内 以作治疗 哇 说什么 这么搞笑 所以呢 他们只是给他的主子看 十倍奉还 我觉得 真心的 他们那种 塑胶 那种弱能的程度 已经超出正常人的想象了 他们觉得 真是 有点漂亮的 有点漂亮的 如果真是战争的时候 我拜托你 陈克勤 我拜托你 这些 李梓敬 我拜托你 周浩鼎 何君堯 大波man 我拜托你们 亲身上战场 我拜托你们 亲自为你的国家 去战斗到底 虽然必住 对不对 维护大国尊严 是的 或者不要说到远了 不要说远了 如果中美开战 香港一定是战场来的 还要是惨烈的 战场都不像齐奇的 可能香港血流成河 真的有美军打到来的 可能真的有些导弹 飞到来香港 美军导弹来香港 会的 不奇的 是不是 炸狗你往旋湾 不奇的 到时 我拜托你们 你们真的 走到去前线 到时 你们就前线手足 我不行 我怕 看到战争 我贖的 看到 美军 不贖 看得到 F22 在维港 想飞 是贖的 航母船 驶入来香港 不贖 战斗机 我贖的 我贖的 M1 A2 M1 A2 ZV2 在皇后大道走 很可怕 可能不用 他打中东很多 用那只Linja Bone 很厉害 用Jones 而且那些忠诚勇毅 是时间出来表中 是呀 没错 这个绝对支持 你当时真的没有上去 你已经没有不上帮忙 到时在香港你就要保护市民 知道吗 先去到前线 对抗美军 打倒美帝 辛苦他们 真的辛苦 到时你们就真是忠诚勇毅 心系家国 西非你了 怎样越说越愣 一说这些我就开心了 我自己打飞机都打到出血了 好了 先说回刚才那里 我还有一些东西要说 如果你想想 鞭撻这些泛民主派 其实都不用鞭撻了 老实说 都鞭撻了他们是这样的 最好笑的 有一件事 我一定要拿出来说 就是这个 又是民主党的林卓廷 他指 现在留守议会 他们捐狗洞 是有三件事要做的 这三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第一 包括跟进12名港人 在内地被拘禁 第二 就是阻挡建制派 以特权条例清算 反修例运动 以及全力要求 重启选举 你老母 真 林卓廷你 你那12个人 你告诉我 你怎样的营救 你怎样的帮到他们 现在带他们去 中联办示威的周嘉诚 不是你林卓廷 不是你那20个人里面 不是你那20个人里面 我看新闻 看不到你们那些刹头 然后 什么叫清算 反修例运动 阻挡建制派 以特权条例 清算 反修例运动 现在正在清算 你们睡醒了吗 天天在法院審 那些什么的案 那些案子 有人在坐着 你那是 快要出拆了 那些坐着 那些坐着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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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 你们这些泛民 你出粮 就是出粮 你们说什么 你们 为什么要 你们这么大力 我现在解释给你们 我已经不用政治化妆 跟你说 是因为你们 你这些民主派 你这些民主派 是比建制派 敌人可争 还是奸细可争 我想问 是吗 是 如果打仗 在打仗的期间 敌人固然可恨 但是 你变截了敌人 而抓自己后体的奸细 细作 那些是否更加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一旦要你命 你看看 例如关元之战 为什么本身的战局 都很僵持 为什么最后一个变局 就是小祖尊秀秋变哲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去到日本战国 突然想起 对比 你永远都是屌你 二五仔就是要屌你即滅 所以我不会介意 你说我分化 或者屌你 我说什么 经常说的 你们屌泛民就大力 屌建制 因为你泛民 现在是头共的奸细 由2010年 说到今天 证明我们没有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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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窗口对外 由一开始的第一天 就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 你还要在背脊骨 不要跟我们说 什么东西 什么不分化不割席 这句话不是你们用的 是我们用的 为什么当初我们说 什么核弹都不割 是因为 在反修例运动初期 有很多前线的勇士 不断 已经开始 越来越激烈 行动 我们就说 放火腹 不割 打人 不割 不割 说的是 保护前线的手足 不是你们这帮高高在上的尊贵议员 不是为保护你们这帮尊贵议员 和你们一直以来 说得衰 2019年6月12日开始 6月9日 6月12日 我当给你612 6月12日开始 你这帮人 是你这帮所谓的民主党派 传统泛民的政棍 无论是什么与否 你们全部都只是 黏着运动的金康 你可不可以 从来是你们去拗 去黏 有人说他 他就拿了分化来做 挡箭牌 我其实就是 大家都看到很清楚 这一年 是啊 大家看到清清楚楚 其实就是 你们不断说 不要分化 不要割席 是你们那帮人说的 我想说 是不是 我们从来都没有管理过你 一直都 我想跟你说 真真正正的majority 我觉得是 香港人的majority 普通素人 港大群众 一早就看你们 不能顺眼 一早就知道 你这帮人 是食屎狗 我跟你说 你们是 你们自己来地 不能拆枝 后来还在那里 黏黏黏黏黏 是不是 你们输了两次 保选你们都知道 现在群众是唾弃你们的 现在可能就是把心一环 屌你了 就走进去 把心一环 那他初选看到那个成绩 你初选 就是他自己知道 还有什么眼面留在那里 所以就是 怎么说 就是死痴难痴 他们很有用 其实当日 我听到他们的决定留任 这个消息 我老海忠就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想起 董建华 董建华就是你们的先言 你尊敬他 那时候五十万人游行之后 他出来见记者就说 其实如果 其实如果我决定走 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 但是要留下 就很艰难 要有勇气 那你们就在报他先言的后塵 你就要很有勇气地留在 这个临时立法会里面 还有 还有 最好笑的是 全力要求重启选举才笑得到我 你妈 你现在坐在一个不少于一年的立法会 你刚刚才接受人大的委任 加入了一个不少于一年的立法会 你怎么重启选举 那重启选举一定会重启的 不是一年之后重启 然后你出来成功争取 是不是这样 那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 他们的逻辑就是 他们之前都是说 加入这个功能组别 就是为了否决他 他们的逻辑一向都是这样 全部东西都是这样 所以大家记住 这二十个人 我会将他的名字 郑重地说一次 然后将他们的名字 记住在脑子里面 钉在香港历史的耻辱柱上面 留任的 民主党 胡志偉 陶锦生 邝俊宇 林卓廷 尹兆坚 许智峰 王碧云 楊岳桥 郭榮鏗 谭文豪 郭家琪 张超雄 毛孟静 赵家俊 叶建源 梁耀宗 梁继昌 莫乃光 李国伦 陈沛言 郑重泰 你们这二十个人 就是陷家产 就是买港财 你们对不起全香港追求民主的人 你们正式成为香港历外民主的人的敌人 正式成为投共派 投行派 你老母 我是会不违离力地 嘀嘀你 你老母 你这二十个人 无论你什么东西解释 从今以后这二十个人 就是我敌人 我也不会和他们朋友 包括邵家俊 其实是我的朋友 包括邵家俊 就是里面 你有私交 有两个有私交 都没有了 譚文豪也有私交 梁岳桥也有私交 最坏的是说一套做一套 你在骗人家 利用香港市民的信任 但没有任何私交 以后我和这些人 这些人 我要和他们绝交 你想想绝交 见到不要想什么 对不起 公民党的钱我赚不了 公民党有时候 他们会找我做一些 每年的Ann Neu Gala 会找我帮他们 我这些钱我赚不了 对不起 因为我做生意 始与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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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生意很简单 大陆客人我会接的 我会比较三倍 比较多些 建制派我一定不接 建制派真的有政治背景的东西 我绝对不接 尤其是敌对的政治势力 我绝对不会帮他们做的 你多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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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帮他们做的 很多东西 我都不会接这些生意做的 对不对 你这些人 你们就是 要你这些人 就是全家产 就是全家产 扔在香港历史的耻辱处 香港民主运动的历史的耻辱处 一定有你们这二十个人 不用说话 那你也没有变过 因为现在这二十个人 就是变成建制派 没有变过 所以也说了很多 因为这个话题 一定要说这么多 我希望更多人会醒觉 也要赞扬 曼必 朱凯迪 和陈迅章 很多人就说 尤其是塔哥那些 就说其实陈迅章 很多时候就不敢缺席 也就是买两边 但是在这次大事大非的关节眼上 真的做了一个最好的政治决定 我们应该给一些掌声 和向他们致敬 就是曼必 陈迅章 而曼必 亦都在11的时候 亦都亲自代他兄弟快必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兄弟的关系 其实不是兄弟 都是很好的朋友 曼必 真的在东角 就走出来 搜狗换口 搜狗换口 就走出来 是不是 这些就是值得人家尊敬 你陈淑庄 我真的不烫这些混水 你怎么能接受到 自己 是不是 羊岳桥 你们这些人 你怎么能接受自己的感 所以没办法 既然你 你选择了 所以香港人 大家都要选择 大家眼睛也是雪亮的 香港人 未来以后 就要视这些人 为出卖民主的人 视这些人 为人渣垃圾 以后大家都要这样想 才行 对 没得说 没中间路线 没得说行说辞 这次政治的后遗 或者政治的损害 比2010年他们进入中联办更大 当然 规模都不同 是核弹级的 是核弹级 不是炸对家 核弹级炸自己的油 是核弹级炸自己的核弹 这是政治核弹 令到多少 长年累月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 心碎 很失望 而且看见他 心都淡了 而且支持你的KOL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如何是好 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看刘世良 他还在说 你朱凯迪现在就决定了不留任 刘世良就说 朱凯迪不留任 刘世良在自己的节目中 就引述他说哪句 就说 朱凯迪不留任 之后会继续监察 留任那些泛民的一句一句 接着呢 刘世良就在这个节目中炮轟他这件事 喂 这么大的共产党 你不监察 你监察自己有 你什么居心 首先我不知道朱凯迪是否真的有说过这句 因为在朱凯迪自己的Facebook page 都说我没有说过 你哪里听回来的 但是你这个行径 你一定是欲救孙了 你为了要帮这20个人护航 不惜 虽然说朱凯迪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他的 因为土地正义联盟那些 自从2014年散运 已经很厉害他们的人 但是无论 你为了护航那20个人 你不惜这个新界票王 都要抹黑他 我不能想像到你之后不可以做 这个是他们惯常的伎俩 那不就是 就是说 哎呀 为何你骂我们自己的人 大声一点 你不骂共产党 你不去骂他们 那就是朱凯迪的逻辑是一样的 你这么大的共产党 你不骂 你不骂什么 麻烦你不要搞错啊 现在你们捐了九孔 你们都是敌人来的 全家产 劉西良 醒醒一下好不好 全家富贵 经常抱着那些赤头 骂你老尾臭气 你收拾了很多利益 永远下一句就这么说 就是说你收了钱 一旦就说你分化 不知为什么 每一次一不够人说 就说你在这边搞分化 你收了钱 就是监察一下 那些意欲做什么 那都叫分化 不是吧 你们估计下面那些 蜆子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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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那些所谓的 心黄傻粉 就是傻鸭 这一班的心黄傻粉 他们可惡的程度 比起蓝丝 是一样的 我想跟大家说 是一模模样的 你们这些傻子 你刀你老尾 刀你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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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要监察 当然要监察 你有没有坏人 过建制派 是更值得监察 陷家层 神经病 说话有没有 不能跟逻辑的 永远是盲撑盲 我刀你老尾 刀你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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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反國教的時候 他很關心我們的絕食人士 教我們如何吸收月光的精華 我當時也尚算是一個左膠 你是一個老人家 你也很有心 所以我一直都放在我的Facebook 但他這麼多年來都是心黃傻粉 心心的 只是信泛民 所以泛民說什麼就什麼 那你這些就是迷信 我經常說的獨立思考 你要想什麼 那你這些屁股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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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社會裡面的喵喵 馮什麼 馮大人那些刺頭 有什麼分別呢 他們是暗咎的嘛 是不是 他們就是中央說什麼 你們就是泛民說什麼 你也對 是呀 一樣樣的 其實你沒有腦子 其實是沒有腦子的 就是你起碼都經過你的腦子 想清楚才會 是呀 心黃傻粉 你們是沒有腦子的 我阿東跟你說的 是沒有腦子的 我不是屁股票 就是我還要玩的 我還要參選的 我當然想得到你們的支持 但是屁股你想 如果你是那些心黃傻粉 就是 真是屁股你想 你一定要投泛民的 屁股他們 不投泛民 恐投建制嗎 他們就是等於建制 我想跟你說 所以大家這樣 你既然是盲粉 既然是心黃傻粉 不如重新喝過 去支持我 再不是你支持民建聯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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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迷我 或者迷比我英俊的素人抗爭者 他們比我更英俊 或者迷周嘉誠也挺英俊的 也OK的 迷他們 不一定要你投票給我 但是你不要 屁股心黃傻粉 屁股在Facebook上說完 三幅片不夠說 就copy and paste 屁股 屁股把另一個投票給你 屁股心黃傻粉 屁股心黃傻粉 所以我為什麼經常都喜歡跟塔哥做朋友 我們看法很一致 即是你們無論怎樣說 我都覺得塔哥是一個好的朋友 即是亨利 無神論的巴佩塔 所以他叫塔哥 你們真是心黃傻粉 有什麼人民 有什麼政府 我們還要講其他事情 即是講這班賊頭都講得太久了 我想講另一件事 政府在昨天11月11日的國慶酒會上 這個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全家產 七七七死全家 全家產 全家產 你昨天真的想打爆電視 大家一看到他的樣子 你有沒有看電視 沒有 完全沒有 你們走運 你們走運 你們好運 你們好運 屁股心黃傻粉 那個屁股心黃傻粉 那個屁股心黃傻粉 以為自己真的 武儀天下 那個八婆 全家產 臭屁股 你真的想打爆電視 你聽完他那一段 就屁股你了 講話那一段 你更屁股你了 你真的覺得他不僅是屁股你了 他真的瘋得很臭雲巡 他真的瘋得很臭雲巡 他一是瘋 他一是瘋 一是瘋 兩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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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街市 賤都無論 是一個 連基本做人的資格都沒有 一個做人的人性 有半 不帶半點人性的 吹氣 吹牛公仔 他根本就是這樣 我吊你了 老媽就說 他很喜歡 傻笑的 不是傻笑 他不知什麼是欺笑 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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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港豬 吊你了 就讓他吊你了 他說 他的支持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不爭的事實是社會恢復平穩 國家安全得到保障 直言 即使有雙重標準的外國政府粗暴實施制裁 自己都會與官員無威無懼 依法維護國安 他又形容 中央是香港面對風浪時的避風港 駐入強心針 香港保持香港繁榮的堅實後盾 香港未來更加要積極參與國家的規劃 然後還要說什麼 他就跟著了 詳細就是這樣 他說 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 要推動香港發展 滿足市民對民生和民主的訴求 必須有安全和穩定的社會環境 要堅持一國原則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應用三個月社會恢復平穩 國家安全得到保障 是擺在眼前不爭的事實 我麻煩你寫一下好不好 這個國安法是何時開始實施的 2020年7月1日 直到現在 限聚令 你媽媽 沒有按肺炎示弱 沒有想到上街 神經病 因為你限聚令 叫警察胡亂執法 十二歲又拘捕 大肚子又拘捕 去買人料又拘捕 昨天又無離頭拘捕 走崇光又拘捕 走商場也拘捕 一群無法紀的執法人士 現在有這群人在 所以 現在沒有大型示威 沒有任何大型抗爭運動 因為現在還是武漢肺炎緊 大家 所以吃飯只有四個人 你屌你都坐在一起 然後你就說這個平穩 是拜這個國安法所賜 你是不是屌你 我不是傻了 五九九G 是拜五九九G所賜 是拜緊急法所賜 屌你老妹 他是不是傻了 沒有了 他快要被人撕柴了 你反而這樣覺得 你看回 剛剛就是昨天 我是老婆就不撕他了 我的意思是沒有實權 其實我們一直都覺得他一直都沒有 他現在連戲子的角色都不讓他做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回昨天 下區去什麼劏房 探訪的劏房 是誰做的 駱惠寧自己做 這些事情不是特首做的嗎 所以現在 其實這個政局已經是很明顯 看得很清楚 就是中聯辦已經架空了香港特區政府 在香港就違反一國兩制 是違反基本法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是完全也都違反憲法 國家的憲法 中國的憲法 你是全部違反的 中聯辦做這些事情是違反的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拿表現 可以向今上去拿表現 你老婆這樣做 是令香港更加進一步破壞香港 更加進一步破壞香港的法治 更加破壞香港的社會結構 行政結構 你現在是沒得搞的 你現在那些人在那裸工而已 什麼時候 為什麼要輪到一個在香港做聯絡辦公室的主任 自己走去落區 自己走去落區 不管他是真好 做戲好 什麼都好 這個形象 這個訊息帶出來就是 我現在擺明是架冷空 完全不需要 做政治花瓶做素都不如理 不好意思 我又今上 這個流的紅嬌 她說我為什麼又說今上 嘔你語言的東西 沒什麼所謂 沒什麼那麼執著 嘔你老闆 難道我叫她今上 我真的會嘔你嗎 尊她為王嗎 不會嘛 你終始至快樂都不能說 為什麼這樣好呢 所以 整件事 你怎麼可能 現在大家 政治現實都不用再多說 現在政治現實就是西環治港 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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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在這裡說 做完給你看 做完給你看 正正式式 駱惠寧上任之後 亦都做了 可能是 Vinnie the Pooh叫她做的事情 就是你屌你了嗎 你給我搞定香港她 她現在就搞定了 她現在還坐在一起 沒錯 什麼時候有人理你 林鄭 沒有 然後林鄭還可以厚顏無恥 只會說無謂無懼 我告訴你 誰說的當年 就是黃之鋒 學生運動無謂無懼 當年2012年 說的 你現在屌你了 你幾十歲 抄那個年輕人說的 那些話 回去想過 是不是 好 稍後回來見